在电影中,相机的运镜最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使用相机的移动来更好地辅助去世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运镜不是必须要非常非常复杂的设计 而是要尽可能地去贴合你画面中的这么一个氛围 从而更加自然地去讲述属于你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终于回来了 呀真的真的累死了 嘿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内科艺基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这期 等一会儿 你很累吗? 对 对 钊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我经常地都会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我经常地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感觉最后的目光是跃数 我感觉人都会比较多的 我是好消失了 哦amat着 真的吗? 真原来 嗯 就像我之前做了整个场景 ok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我会更加集中于 就是电影学院派的理论性的知识 而且这期视频也挺进阶的 我是想讲讲就是我觉得 最能自然的建立电影氛围的一个运镜 那也就是电影手持拍摄运镜中的一种 那也就是Trekking Shot Trekking Shot 简单理解 就是一个拍摄你的人物 从A点走向B点的这么一个 一个跟随的运镜形式 以前的好莱坞因为电影机过大 拍摄这种Trekking Shot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在拍摄场地 搭建一个轨道啊 然后用轨道车去运镜 而随着我们现在电影机的 这一个大小啊和这个价钱 变得越来越亲民 像是我们现在的BMPCC啊 Rekomodo或者索尼的FX6这些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Trekking Shot 完全可以变成 就轻松地变成手持拍摄 就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拍出一种 更类似于纪录片一样的写实感 那也就是在电影中的realism 那这个realism 我们以后会再继续讲到 那手持跟随运镜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 Zither Harp 像机时刻跟随着主体人物Jason 从警察局走到报社 然后跟随他上楼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整个一镜到底的跟随运镜中 相机不单单的只是处于一个角度 或者构图来进行这个跟随 手持相机的角度它是有在随时的变换着 这也是手持拍摄的一个好处 一个优点 并且它画面的主体也在随时的变换着 这样子产生的这个叙事作用 也会更加的丰富 简单来说 就是以一个相机运镜的方式 来代替我们在同一个场景中 传统的这种裁剪 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构图的分镜 从而产生就是不同的叙事的功能 那就让我来给你好好的解析一下 它这一个长镜头的跟随运镜吧 从一开始 相机是在Jason的前面和他的侧面 那目的呢就是强调出 Jason当时人物的这么一个 他的表情 脸部表情 也侧面反映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还有他就是他人物所在的场景啊 这些还有他现在是要去哪一个 哪一个地方的这么多这些 这个整个场景的这些信息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看不到他是要去哪里的 那在这个场景之前 他是有一个就是在吸收间里面 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 的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之前这个画面就已经给 就是给观众产生了一个 啊他下面要去干一件大事了 这个是电影中叙事的转折点了 但是他到底是要去干什么呢 这么样的这么一个好奇心 搭配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加好奇了 那Jason到底是要去哪里呢 然后相机就在Jason 进房前停住了 他是等到Jason走上楼梯之后 相机再紧紧的跟随在他的后面 这个时候相机就变成了 在人物的背后所跟随 那就是以一个低脚低机位的 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抬高这样子拍摄人物 那就是将观众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 将人物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 这样可以侧面反映出人物 此时这个更加强大的这么一个地位 接着相机在这个时候呢 也就自然的将注意力集中到 他的手上动作上面 这是一个特写镜头 很关键的一个拿出枪 然后又把这枪收回去的 这么一个塑造他人物 塑造剧情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Jason上楼之后 镜头还是留在后面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将构图又变成了 就是在Jason身后的 这么一个over the shoulder的这一个构图 整体构图呢 就更加集中于 就是在此时发生的 这个动作和被害者的表情上面 那因为全程是手持运镜 整个氛围看上去很自然 很真实 所以这一幕中 它也会产生一个 就是更加震撼的效果 那手持跟随运镜 它其实最大作用 就是把观众 放在事情发生的这个场景里面 这次教学呢 我们就是全程使用了 Blind Magic Design的 BMPCC 6K Pro的电影机所拍摄的 那就像之前的一个开幕的篮球短片 也搭配上了东正的DZU Film的旋风镜头 因为我觉得这一套 搭配的器材的大小和重量 对于手持拍摄来说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合适 那自然画质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前提就是BMPCC 6K Pro 需要一个很好的手持套件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期的教学器材 就是使用了铁头这边最新的 BMPCC 6K Pro的套件了 在这个纸条早前面 就代表你的铁則 也grby紧走 为了要求大家 沐测 Site 请吧 来 Ś 请分享 好 这次的兔龙照样够帅够硬海 是我喜欢的可拆卸的分体式的设计 好处就是在兔龙下面 还可以装上兼容6K Pro的电池的延长配件 之前FX3的兔龙是需要安装一个配件 才可以滑进下面的底座 这个就可以直接滑进底座 方便很多 侧手柄我是使用了连接上BMPCC 就可以控制录制的开始和停止的手柄 这个手柄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这样变换角度 如果想拍摄一些低机位的一个手持镜头 你就可以更换角度之后这样子握住 那也会舒服很多 前面我也加上了迷你跟胶轮 来更好的就是在东正的电影头上面这样对焦 一切阻尼都挺舒服的 其实这个兔龙更好玩的 其实铁头这边还有研发了最新的 BMPCC6K PRO的这个EVF的延长键 搭配上尖扛那就会非常的实用 确实挺好玩的 可惜现在还没有货 就到后面希望我也有机会就是可以展示给大家 套件全部装上去之后 那重量也就上来了 我之前也在手机教学视频中提到过 就是越大机器啊或者越重的机器 在手持拍摄的时候其实是越好掌控的 就是因为它是可以明显的去掉 就是你拍摄的时候画面中的这个轻微的 就肌肉的这些小抖动 换来的就是这一个比较更加自然的 这么一个自然的晃动 另外一个减轻轻微抖动的办法 就是你在行走拍摄的时候 就是不一定是要去就是刻意的去稳定住你的相机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 我之前也做过一些教训 比方说就是你边拍相机边走路的时候 你比方说你可以前前脚先落地 走一下忍者步这些的 或者你的手臂不要太靠着身体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身体 这个行走时的晃动带入到你的相机 但是在如果我们在拍摄这种比较叙事性的 这个跟随运气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你的画面中有这一个 将就是将让你的身体的这个行走时的晃动 带动到这个画面中 这样子呢会让画面中就是 这个行走感看上去更加自然 会让你这跟随运气 就是可以让更好的把观众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 在手持跟随运气的时候 不同形式和不同构图的跟随运气 那都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效果 和突出画面中不同的这么一个氛围 像如果你是整一个场景 你都完全就是在人物的背后跟随 而且如果我们就只能看得到人物的这一个背面 背部 那人物就遮住了前面的场景 然后比方说你行走的时候 你还在走得慢一点 或者就晃动再小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侧面提高 场景的悬疑感 或者就是使观众更加好奇 那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就像我之前篮球那样的画面 可以用在塑造人物的这一个上面 我们可以用在塑造人物的这一个背后 但如果全身只是跟随比方说人物的一个特性 比方说Quentin Tarantino Quentin最爱的就是跟着脚步这么走 或者就是像之前那一个手上拿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走 那就会侧面引起观众对人物的身份 或者对此物品的这么一个好奇心 和这样的注意力用这个物品来侧面去反映出这个人物 当时的这一个角色这么一个身份 那很多恐怖电影中就有用到这一个 比方说一个杀手拿这个斧头啊 是吧把那斧头放下来 然后你的相机就一直跟着这个斧头这样走 所以啊虽然手持的时候 你的相机的运动可以更加随机 其实你的构图也还是得随时的把握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手持拍摄的门槛也会比较高 就是拍好的手持拍摄的门槛会较高一些 那不仅仅是构图 你的手持跟随的这个动作 也要去符合你画面的场景或者叙事 在拍摄这些画面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希望相机离演员更近一些 至少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像是在电影《鸟人》中的这一段 《鸟人》中的那一段 我喝了威士忌 烧烈的死亡 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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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会觉得我们就是站在这人物的身边 陪伴着他走过城市的街道 看着他彷徨失措的脸 因为我们这一个相机离他脸是非常非常近 会进一步的产生就是 我们就是相当于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路人 看着他 就在他旁边 会对他产生一种共鸣 和希望就是 我们也能够把手伸进荧幕中 去安慰他的这么一个心情 那所以在开幕篮球片段中 我当时就是让Ezzy 尽可能的离我越近越好 而且相机就是最好是 时刻是集中在主体上面 去跟随你的运动 当然主体可以是你的人啊 或者是像我之前说 就是篮球这一样子 这样子弹入感就更强烈了 当然如果在拍篮球的时候 就要注意 不要让篮球砸到你的相机了 那样就不好了 那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电影《七宗罪》中的这一幕 当相机集中在 Kevin Spacey 的人物上面 这个时候相机就变成了平稳的运镜 当他切到 Brad Pitt 的跟随运镜上面 就变成了比自然跑动还要更加剧烈的抖动上面 这其实就是运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运镜的手法 就是为了更加对比来突出 就是当时 Kevin Spacey 的人物 就是当时很很稳定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然后进而就更加推出 Brad Pitt 当时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么一个心情 所以这些运镜的手法 就是可以看你自己的运用 更好的去如何更好去设计 和如何更好的去运用到你自己的这么画面范围里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创意 就是说我们现在谈论这些运镜啊 谈论什么构图啊这些设计 都只是就是个人的这么一个观点 你可以不一定是要去跟随这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规则 这么一个规矩 你要去最好就是运用自己的这个看法 去将这些更加灵活的运用到你自己的电影中 这样子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精髓嘛 那OK以上就是这么一个叙事的手持跟随运镜的这么一个教学 那当然就像往常的一样有理论有器材 那也有这一个真正拍摄的一些建议 那我也希望这期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我以后呢也会当然会更加持续的出更多的电影运镜这些教学 好的那我是Nick 我们下期再见啊 我们再 environmental anthrop değildi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准备 我们下期再见 适应 我们下期再见 走吧 感谢观看